各位参加2023年夏日元力真能赢的朋友,大家早安 那我是临时小学校的E 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赢队的课程认证方式 如果你需要我们的证书,或是你是老师 你需要教师演习时数 那你一定要认真的看这支影片哦 好,那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认证证明呢 首先就是如果你是学生 你需要丰富你的学习历程答案 或是你有自主学习证明相关的需求 那我们应对这边呢,可以提供结业证书 那这是电子档的,也就是说在结业室之后呢 我们会根据你所认证的课程时数 来寄送电子档到你的email 如果今天你有教师演习时数的需求的话 一样也是在结业室之后呢 透过填写表单的方式 我们会上传你的课程验证时数 那要特别注意就是教师演习时数的部分 我们最多只能合发12个小时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要怎么样进行课程的认证 首先第一个步骤就是加入我们临时小学校的官方LINE 那这边有QR Code可以请大家扫描一下 那停留个三秒给大家拿起手机扫描一下 那进入之后呢,你就会看到这个欢迎的讯息 那也可以大家点选一下下方的图文选单 那你也会看到有各式各样的功能可以测试看看 那接下来第二个步骤呢 是请你在对话光充输入自己的KKTX报名名称 那这个步骤是方便我们日后在进行影片验证的时候 透过输入你的KKTX名称就可以连接到你的LINE的对话讯息之中 那这会更方便我们之后进行课程验证的作业 好,接下来第三个步骤是输入你想要认证的课程影片编号 假设我今天想要看第一部影片 那我们就会输入这个警字号1 那就会出现这一堂课叫做科技与社会议题的交汇 区域0D如何协作 那我们这边会有课程简介、讲师以及影片的连结 还有课程的这个延伸思考的页面 再来下面这个地方呢 就会是我们的影片认证题目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一边看影片一边思考 一边找寻影片当中 有没有这个题目的答案 那课程编号呢 我要在哪里找到 那这边呢 我们有一个课程地图 你可以在哪里找到呢 你可以透过下方的这个选单 这里有一个2023年元力真能赢的课程页面 那你就可以进到这个我们的课程总览里面去看 你对于哪一堂课比较有兴趣 那你就输入它的课程编号就可以了 或是呢 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官方LINE 点击右上角的这个三条线 接下来你再点击LINE的贴文 在这里呢 我们也有上传课程的目录在这里 那你也可以透过这一张目录 来决定你接下来想要看哪样的课程 好 接下来就是要输入答案 那只要你输入正确的答案的话呢 我们就会有这个通过认证的讯息跳出来 也会有这一张认证的徽章出现在聊天室之中 那要特别注意哦 如果今天一个题目有多个答案 请你用半型的空格做间隔 如果你是用全型的空格的话 那系统这边可能会辨认不出来哦 好接下来是错误示范 假设你今天打错字的话 那系统是无法辨认成功的哦 或者是第二个 如果你是用顿号来间隔的话 那一样也是辨认不出来的哦 请用半型空格来做间隔 第三个是如果你少一个答案的话 那一样当然系统也不会认为你是正确答案哦 那如果你输入错误答案的话 我们就不会有这个通过认证的这个讯息跳出来 代表你可能要再思考一下是不是答案错了 或是你有没有打错字或是你漏字了 好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觉得你自己输入的答案明明都是正确的 但为什么系统一直没有反应 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点击一下方这边我们的认证纠错表单 那这边我们会请你输入你的Tatix名字 还有你的Line逆称 还有你遇到的问题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跟我们回馈 我们将会手动的进入到你的聊天室 来回复你的疑问 来去进行课程的认证 好 那我们要如何确认自己的认证徽章呢 请大家点击这个聊天室页面右上角的3 那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那你点击照片影片的这边 你就会看到你累积的课程认证的图片的徽章会出现在这里 那在节院院室之后呢 我们会提供课程回馈表单 请你把这个画面截图 然后上传到这个表单之中 我们会根据你所填入的个人资讯 还有你上传的截图呢 来进行课程的认证 那根据实际你上课的时数 来颁发证书或者是说教师演习的一个认证 那要特别注意哦 我们的认证系统只开放到8月31号 也就是说在检验室8月26号之后 你还有一点时间可以认证你的题目 你的课程 那到8月31号之后呢 我们就会关闭系统 到时候你再输入 无论是编号或是答案 系统都不会有任何反应哦 好 那这边是一点小叮咛 我们刚刚说到空格必须用半形 那请特别注意这个字母啊 数字 空格或是符号 这些求请你用半形的符号 我们统一用半形的符号 让系统去做辨认 好 第二个是 如果你遇到很多影片的课程的时候 请分别输入不同的影片的答案 例如说这个第20堂课 那第20堂课呢 它总共有两个影片分为上下 那它就会有两个课程认证题目 那请你分别输入两个影片的答案 而不是把两个影片答案 输入在同一个对话框之中 这样的话系统也是会辨认不出来的 那最后做一点提醒 就是我们这个官方LINE背后 是由我们工作人员来操控的 所以呢 还请留意你自己的隐私 那因为呢 报名课程的人非常的多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回应所有的问题 那如果你有任何疑问的话 你可以直接透过信箱来联系我们 最后就是 如果你不方便使用官方LINE 你没办法使用LINE的话 你可以自行提供认证的答案 我们在每个课程页面下都会有这个课程认证的题目 你可以直接在HackMD的页面上面搜寻 那回答你的答案 然后把你的答案统整之后寄信到我们的信箱 我们将进行手动认证 那我的部分就到这边结束 现在大家就来试试看吧